Hello, 大家好 我想说到维他命C, 大家都会想起橙、抗氧化剂 或者可以对抗感冒、防止感冒 维他命C 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大幅提升免疫力 对抗病菌和病毒 好像我们之前的视频都说过 如果大家错过了, 我要看之前的视频 特别现在疫情仍然很严重 所以我仍然大力建议大家 多些补充维他命C 令到我们可以避免生病 但有没有想过原来维他命C 可以令到我们的皮肤更漂亮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 究竟维他命C 可不可以帮我们肌灵逆转, 反劳患痛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如果想我们的皮肤飽满一点 有弹性, 少得皱纹的话 我们皮肤里面是需要有足够的抗原蛋白 就是胶原蛋白 但可能大家都看过一些广告 就说, 你就把这些胶原蛋白吃下肚 接着它就可以更豐富一点 就足够了 其实这个是一个, 没有错误的观点 因为抗原蛋白 我们身体皮肤里面的抗原蛋白 基本是需要我们自己身体去制造出来的 就算你真的吃了抗原蛋白 我们身体消化了之后 只不过把它拆散成为一些氨基酸 成为一些我们叫做像Lego 那样的積木 给身体可以有足够的原料 去制造它所需要的蛋白质 包括抗原蛋白 所以更加不会因为抗原蛋白 全部呢, 你塗在那些 你一洗了面之后呢 就没有了 所以只得淡笑而已 所以真正要令到我们身体的皮肤更加饱满 是需要帮助身体 制造足够的胶原蛋白 而这个过程呢 是必须的一样东西呢 就是维他命C 我们身体在哪里制造Collagen呢 就是一些细胞叫Fibroblast 中文叫纤维母细胞 我们一起看看这个图 你看到大概黄色的部分就是那个细胞 纸织的部分就是那个细胞核的表面 那就是一开始第一步就是由那里开始的 那整个步骤呢 大概是step one step two 一直到八个步骤呢 就由pre-pro-collagen 变成pro-collagen 最终呢 是制造我们所需要的collagen 这些胶原蛋白 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第二个步骤 我们今天要看的 第二个步骤 我们叫hydroxylation 就是装这条蛋白质的链 就是collagen原本的链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氨基酸 其中两样最主要就是proline 和lysine 那这个第二个步骤 就是将proline 变成hydroxyproline 这个lysine 变成hydroxylysine 而这个过程呢 我们除了需要一些酵素之外 也都需要维他命C 作为一个叫covector 就是说呢 在这个过程呢 没有了维他命C 的话呢 这个的化学反应是发生不了的 那第二步发生不了 完成不了的话呢 就不会有第三步 第四步下去了 那个胶原蛋白也都制造不了了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呢 令到身体有充足的维他命C 好像充足的原料或者子弹呢 给我们身体的制造 这个胶原蛋白呢 是这么重要了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有趣的研究报告 就是那些科学家呢 就将这些 出生了三至七日的婴孩呢 抽这些fibroblast 这些细胞出来 另外呢 就78至93岁的老人家的fibroblast 又抽出来放在实验室里面 然后呢 就打一些维他命C 来呢 看一下它那个fibroblast 那个细胞分裂 增长的速度呢 和制造骨胶原蛋白的速度呢 是什么分别 那结果呢 就很有趣 大家看看这个图吧 它呢 就是原本呢 那个婴孩呢 婴孩那方面呢 就是1.0的 那个fibroblast 然后呢 老人家就只是跌到0.2而已 因为呢 我们人类呢 随着年龄增长的时候呢 制造胶原蛋白的能力 是一直降低的 由二十几岁开始降低 每年降低1% 直到呢 比如特别女士呢 去到更年期的时候呢 头过五年就已经降低了30% 所以降低很快的 所以降低很快的 所以你看到呢 老人家和婴孩是差很远的 1.0和0.2的分别 但是呢 加了维他命C 打下去之后呢 老人家呢 就六倍增长去到1.2 甚至比婴孩原本的1.0 更加高的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製造胶原蛋白呢 就是它原本6.2 之后12.4 直接足足是两倍的 你发觉呢 就是 純粹的分别 就是打了维他命C 下去 令到呢 那个製造胶原蛋白的能力呢 12.4呢 其实更高 比婴孩原本的 10.5 那就是呢 这个呢 我说了 肌灵逆转呢 甚至可以入反老还童呢 都不可以说完全错的 就好像呢 我外母大人八十多岁了 他这几年呢 我们一直都给维他命C 给他吃的 那就是 提升免疫力 和整个身体都会强壮很多 这样 但是前几个月呢 大家知道呢 就 经常都很紧张啊 那个供应 那所以一段时间 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呢 我们就 找不到维他命C 给他吃 他就停了几个礼拜 结果呢 他有骨刺的问题呢 他有高血压的问题呢 他有高血压的问题呢 骨刺呢 他就好像回发作那样 就经常很不舒服了 另外 甚至呢 就有好几年呢 都已经没有试过呢 因为高血压要入医院的 结果呢 就搞到要入医院了 那另外呢 我太太呢 也是Elsa 那也都有 一直有吃维他命C 他发觉呢 就是吃和不吃 有一个很明显的分别的 那有另一个朋友 也是 跟我说 就说呢 有时候特别是睡得不好的时候呢 就是皮肤立刻很暗雅 你看得出的 有些人睡得不好 就整个样子看得出的 那但是如果他吃回维他命C的时候呢 即刻呢 就很快呢 就会恢复回 就是容光活发 整个人精神一些 和面色很多的 那这个的确有科学根据 因为呢 维他命C 不单止是皮肤饱满些的 甚至他解决我们一些 那叫做 Chronic Fatigue的问题 经常长期疲倦的问题 那还有另一个Case 还有趣呢 就是最近的 最近呢 我们有一位客人呢 就是他自己有 有癌症的问题 那所以就想用那个 维他命C呢 就来 高剂量的维他命C 来帮他自己看 可不可以处理到这个病了 那他吃了大概两个礼拜 然后呢 就回来跟我们说呢 就那个癌症的问题 就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因为他还没有去验血 还没有去做化验 去看检 那但是呢 他发觉呢 他皮肤呢 就真的白淨了 饱满了 就是直接是 光泽了很多 漂亮了很多 他说真的很神奇 而且这位是男士来的 就是他不是为了这个原因 但是呢 就吃了自己很短时间 就开始看到那个分别了 那我们听到都觉得 很有趣 很开心 好了 那怎样才能吸收 足够的维他命C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 whole food 原型食物 大家要吃多一点的水果 我想大家都会有些概念 但是除了水果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蔬菜呢 包括乳衣甘蓝 西兰花 青红椒 士多啤梨 菠萝 即是不只是橙 都有很丰富的维他命C 那问题呢 就是他 始终有个限制 你不能吃很多 就是如果我们想用 高剂量的维他命C 快点 即快短时间里面看到效果的话呢 我们就要吃一些营养补充剂了 那我们之前有个video 讲过了 如果要吃维他命C 营养补充剂的话呢 就 我们比较过三种方法 口服 Libosoma 和植物注射 那如果大家错过了 可以看那个video 那我们的结论 都是看到 现在 因为近几年才有这个科技 做到Libosoma 的维他命C 它是用脂质体包住的维他命C 令到身体吸收的时候呢 是大幅增加 那整个身体的神脏也看不到它 不会那么容易排出来的 但当然也不用说 要去到医院 找医生去做静物注射 这么大件事了 那所以这个是很方便 那个成本也不是很贵的方法 那高剂量维他命C 就是用这个方法去进食 那如果我们现在说 想皮肤好一点的话 整个人精神一点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建议大家 每天呢 就吃三茶匙 因为一个茶匙 是一个mg 那如果想快一点效果的话呢 你特别初期的时候呢 你可以每天吃三茶匙 那分开来吃是最好的 如果你嫌麻烦 你可以一次过吃 但是最好就是 空肚分开来吃 一至两茶匙每次 那就会最好 那所以在一段短时间呢 大家都会看这个效果的了 所以总结来说呢 如果我们想皮肤漂亮一点 饱满一点 少一点皱纹 白正一点 年轻一点 那很重要的是 我们有足够的胶原蛋白 而胶原蛋白呢 就不是吃到肚子的 是要身体自己制造的 身体自己制造的过程里面呢 又很重要是需要有足够的维他命C 那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补充了维他命C之后呢 那个效果是怎样呢 希望大家在留言里面 和我们一起分享 好吗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